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企指数收市跌187点,报10456点 加上安达配股上版,带使有过千亿的成交 重榜股几乎是全军覆没,焦点就在了业绩股 十宋一红股的恒地和全年多赚1.3倍的吉利 他们派完成绩表之后就逆市向上 分别升大约1%和6%,而业绩不得的恒安就跌得最劲 加上大行踩多一脚,股价连跌两日,再跌近半成 上日领升的耐银内险股也都掉头 建行、工行、中行加上国售和平保 五只股份一共拖低大市114点,占了跌幅的四成 在个股方面,金山软件它去年的业绩虽然是由营转规 但第四季的收入胜过预期 加上明年有望分拆办公软件WPS的业务在深圳上市 午后发力,急升8% 最高见到$21的一年高位 而台长小炒王梁心恩早前推介的安折理实业出盈起 也见超过一年高位 另外,安踏先救后生,折让8%配股 收市跌8%,报21.6毫半,守不住配股价 内地A股逆受外围股市下挫拖累,结束两年升 上证指数收报3245点,跌16点 深证指数收报10553点,跌33点 创业版指数收报1948点,跌12点 回心两地成交增加近一成,有5459亿人民币 今天的收市快递先看到这里 约定你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